海洋垃圾 世界關注 但還沒能掌握海洋被污染的程度 來自90個國家地區 130位代表 在曼谷聯合國亞太總部研討 我們每個人都有製造一次性的塑料 所以我們要開始的就是要去減少 或者甚至不用這種一次性的塑料 在我們減少的同時 我們也是要要求大公司 跟政府他們也有責任去確保 他們的未來的政策 不再去大量的去製造一些 沒有必要的這種一次性的塑料 只要我們每個人一起合作的話 我們可以這個世界會更好 地球在哭泣 海洋捷徑基金會曾經表示 海洋八成的垃圾 來自全球的1000條河川 許多國家都已經展開清理河川行動 期待有助於海洋恢復原來乾淨的面貌 大愛新聞胡家健泰國報導 想看